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里呢 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视频的机会给大家做一个相对比较正式的自我介绍 其实已经有十来年没有做过自我介绍了 大家好 我是三哥 听到三哥呢 很多人会认为我在家中排行老三 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我称呼的油奶呢 是跟我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平时我的性格呢 喜欢直来直往 然后做事情呢 又喜欢开成不公 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 就是开门见山 就因为这样久而久之之后 因为我性格的原因 身边的朋友慢慢就开始叫我三哥了 给我了 朋友们 我是腾哥 我名字里面的腾呢 它不是腾痛的腾 它是奔腾的腾 因为我的名字的油奶呢 也和我的性格有关系 因为我的内心呢 是非常喜欢自由的感觉 就像那种在草原上万马奔腾 彻马奔腾的那种感觉 同时呢 在生物中 我又是一个爱折腾的人 所以呢 时间久了 大家都叫我腾哥了 其实我和腾哥呢 已经认识快十来年了 我们的关系呢 从同事到邻居 当然我们现在也是好哥们儿啊 如果具体要问我们的关系到底有多好 那我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 就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你都愿意把你的后备交给他 那我和腾哥呢 就是在任何时候 任何地点 我们都愿意把自己的后备交给对方 我和三哥认识十多年以来呢 我们一直都在一起干工作 从最早的 我们在同一家公司里面做继承员工 干到后面的公司高管 再到后来呢 我们也合伙创作业 我们也把国内的汽车行业 互联网行业和教育行业都走了个变 未来呢 我们也是希望在海外能够先生存下来 其实呢 是在找一个我们俩可以一起继续去做的事 是的 朋友们 无论你是曾经从事过 还是现在正在从事 又或者是以后计划从事我们所从事过的行业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交朋友 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 中国的这些行业和海外的这些行业到底有什么不同 看能不能讨论出来一些机会 如果是有这样的想法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有留避讳 我们支出议会拍视频记录呢 是因为在如今的大环境下 要想从国内到达海外生活 本身就非常的困难 而且对于我们而言呢 我们也是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在海外长期生活 所有的一切都是从零到一 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所以呢 我们一定要记录它 是的 我们离开了国内的舒适圈到海外来生活 这对我们来说本来就是一种挑战 我们一定会记录下来我们通向目标的点点滴滴 这对我们来说也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呢 我们的视频就会持续的更新 同时呢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视频 可以认识更多的志同道合的朋友 让我们在前进的路上可以多一些分享 是的 我们今天的自我介绍就到此结束 朋友们 我们下期见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